平日晚上回到家 當然是想第一時間卸妝睡覺 所以都會用最快的方法卸妝 今次想挑戰一下 究竟我用多少秒可以卸妝 影片我在公司拍攝 所以我沒法只穿得很簡便 最重要是穿件背心和夾好頭髮 確保濕了也不怕 之後就可以卸妝油 卸妝油其實是最強潔力 我會用兩盆放在手上就馬上開始卸妝 首先我會整面掃走粉底 之後就到唇妝 最後就會重點花時間在眼妝的部分卸妝 Suramura的卸妝油其實很快十多秒 已經可以卸走全面的妝影可以溶化 最後一般來說最髒通常都是眼的部分 我就會用這些海綿 去慢慢做一個順便做乳化的步驟 就是用水去碰到卸妝油 就會變成乳白色 就可以順利把彩妝帶走 基本上30秒左右就可以卸乾淨了 當然你看到我頭髮都亂了 你就知道其實都很貧能 怎樣可以再徹底一點 令整個妝卸得很乾淨 還有些貼士 首先記得在眼睫毛和眼線的部分 可以這樣用手指搓乾淨它 第二你會看到我會用了一些圓形的海綿 這些黃色的海綿 其實很便宜可以幾元就在一些化妝品店裡買到 它很有彈性的 遇到水就會變成軟軟軟的 你可以慢慢地在眼線部分來回按摩 就可以把殘留帶走 加上海綿粒粒粒粒粒 所以彩妝都會輕易透過海綿去射除 最常用當然還有棉花棒 棉花棒由於頭髮很細 所以在眼線 甚至內眼線的部分 都可以很安全地用棉花棒去射乾淨 而我個人也很喜歡用這些化妝棉 令妝更加乾淨 就是我會把化妝棉去對折 然後塞在眼線和眼線之間 打開眼 塞進去 合上眼後 當然不是黏著眼球 你很輕地來回去摩擦 那些內眼線最後最入的內眼線 就會帶走 就在棉花上面殘留著 基本上其實最後用多一分鐘的時間 去做以上幾個步驟 整個妝都應該會完全射走 去做以上 功能 成縮 成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